農農黑煙不斷從窗戶冒出 幾乎快把整棟樓給覆蓋住 去年三月 大同大學學校實驗室發生火警 裡面器材通通被燒成廢鐵 火雕人員進到教室勘驗 地板上流灑一桶桶 焦黑化學藥劑 原以為是單純的意外火警 沒想到卻成為警方追查 絕命毒師 關鍵突破口 張姓嫌犯在內湖 有一間醫藥的生技公司 他前期看景不錯 後期因為拓展太快 資金出現問題 在事情曝光後 辦公室已經通通清光 已經搬走了 對啊 應該一兩個月了吧 有化工背景的張姓男子 專業知識卻用在錯的地方 畢業後在內湖創辦生技公司 鐵兒走險轉黑心錢 實驗室燒毀後 竟然還轉往內湖園區設廠 隱藏在園區裡面聞不到臭味 刻意躲避茶器 設備新隱成為台灣 毒品源頭之一 他利用隱身在內湖科學園區裡面的 生技公司當作掩護 在裡面進口毒品原料 以及設備製造大量的毒品 2019年張姓董作 才因為200萬的獎金糾紛 被其他藥廠的惡煞為毆討債 一群埋伏在停車場的黑衣人毆打 當時財務狀況一次早已出現問題 如今因為制度被逮 生技董作 昔日風光不再 騎牌樓 愧對鎖學 狼狽落網 淪圍接下球 生技學家